因为你看 忍耻我 我突然间感觉上被神提升为最好的奖励 哈利路亚 你看我们的神多么慈爱 对不对 神多么好 那我准备讲章的时候 我已经习惯了是中文的 所以我的讲章全部要写中文 如果你叫我写英文 我就写到一半写不出来 你会不会 flow 能够 所以我就全部写中文了 写了 然后又想到他们习惯要用slide的 所以我就叫我那女儿 我说你帮我做slide可以吗 他说可以啦 妈咪我就帮你了 但是我全部写好了 那我写好了 你帮我打一下 哈 那我全部是中文了 我说妈咪就是这样子 我不会写出来的 我只会写中文了 可是你怎么办 我送奖牌我是中文的奖章 我讲一文的 哈利路亚 那就是最好的奖篇 哈利路亚 所以我们感谢神的恩典 神远远我们 所以我的女儿就 他说我跟你坐下来一起 你叫我这样子打我打不出来 你的是中文 你要我打一文 我也坐不出来 所以好啊 我们两个就一起坐下来 他就跟我一边讲我的奖章 结实给他听 然后他就打打打打打一文了 终于排过了上堂 今天等一下有最后一会 感谢赵美族 所以神给我们 每一天有不同的挑战 但是在于我们自己如何立定心智 真的当我们立定心智跟随神的时候 当我们立定心智要讨祂的血的时候 当我们立定心智活着属灵的原则的时候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让我们能够意外的惊喜 非常的喜乐 非常的兴奋 压力变成动力 阿们 为一期化成转集 哈利路亚 让我们来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很心感谢你 因为我们所信靠的神是何等的伟大 主啊 让我们生命对所经历的一切 但是因为有你 我们的生命就变得有色彩 阿爸天父 我们谢谢你 今天早上再一次把我们要分享的信息 完全交过给你 求求你恩戴连勉 与我们同在 主啊 以圣灵在我们当中来掌揭 让我们听的是听到你的声音 能够听到你对我们说话 让我们心灵的力量刚强起来 主啊 无论在任何一方面 主啊 你都能够帮助我们 主啊 所有的感应 你都有一个答案给我们 你都有一个处理的方法 阿爸天父 我们谢谢你 把这种机会完全交过给你 求主你在这里讲 掌权与我们同在 主啊 主啊 谢谢你 让我们讲的听的都在你的面前 蒙恩宠 谢谢你 阿爸天父 把以下的时间路径的交托 求圣灵自由的运行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我们讲一年的经文是在四篇 这边不是七篇 穷第七 这边它应给你们是穷 OK 第一 接到第十一节 在这一篇的经文里面 它的背景是大卫王在逃难的时候 为什么他需要逃难 因为大卫比扫罗出色 所以以色列人说 到扫罗上死千千 大卫上死万万 所以从那一刻开始 扫罗就没安全感 扫罗就很非常的 觉得大卫给他危险 人与人相处之间 很大的问题都是在于 个人没有安全感 我发现到在我的失踪里面 三十年 三十年里面 都是因为个人里面没有安全感 切放安全感 这一个原因最大要对付的 这个切放安全感 是因为我们的信心 没有建立在耶和华上帝 所以请你们注意一下 如果你发现到在你的生命里面 处处面对心理上 跟人过瘾不去 或者有冲突的时候 都是因为没有安全感 没有安全感 要如何的克服 就是求自己的内心里面 转向上帝 等下我们来看大卫的一个例子 就会明白 OK 所以从普世青章里面 大卫在不求上帝来帮助他 为什么 因为他不讨纳 为什么需要讨纳 因为扫罗要杀他 所以他在讨纳的时候 他的心要放神 他就不求神 他说神啊 你怜悯我 怜悯我 因为我的心投靠你 大卫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安全感的人 扫罗是没有安全感的 所以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冲突就产生了 所以当大卫在逃难的时候 任何一个时刻 他都转向神 他说神的你要来帮助我 我投靠在你的社团定下 等到灾害过去 所以大卫很清楚知道 他对神有完全的信心 他知道在他人生的过程当中 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是短暂性的 所以如果你要从里面出来 你一出来 这个事件就破掉了 很多人面对苦难的时候 是没有办法走出来 没有办法走出来的时候 这个灾难就挟持你 吞绑你 就变成你觉得已经没有办法 你再面对下去 所以很多人在面对灾难或者冲突或者家庭 面对问题矛盾的时候 我们要有一个先有一个积极的思想 我所面对的一切都是短暂性 这个是暂时性在我生命里面发生 有一天时间到以后会有边境 无论他怎样下大雨 怎样水灾都好 我们还是期望 雨水归灵 对不对 他会有边下下下下下下 下到整个月整年了 没有理由的 以后一定有天气的 所以大卫说 我要投靠在你的翅膀底下等到灾害过去 我要求治疗的神 就是为我成全出世的神 你看一个有安全感觉 他很清楚知道 他生命里面所有要发生的事情 所有要应对的事情 所有要面对的事情 都是因为神在帮他成全 所以我们不要千方百计 自己赚领讲迁 不需要的 因为只要把它交过 透过祷告 当你祷告之后 神有给你智慧 神有给你启示 除非你得到的启示 必须采取 应该采取的使动 要不然的话 你只有等候交通 神就是为我们成全出世的神 那样通火的人 鲁骂我的时候 蛇穷天上病死得久 又来一次 又是一个很有当权感 很有保障的一个宣告 那样通火的人 鲁骂我的时候 就是那样来杀害我们的人 在骂我的时候 在杀害我的时候 我们不应该很容易的被人伤害 大卫说 那要吞我的吗 弟兄姐妹 我看我们还没有到这样的地步 我们没有一个人鲁骂 我们倒要把我们撤掉 有吗 有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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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这样子骂你的吗 好像要把你撤掉这样子的 那要吞我的人 鲁骂我的时候 神从天上病死得救我 所以如果有人这样对待你 你要知道 你是有信靠上帝的 那你说信靠的上帝 在天上病坏下来救我 是不是很有安全感 是不是很有保障 他根本不需要去对付 那个要吞他的人 来鲁骂他的人 不需要去对付 他说 神从天上病死恩回救 弟兄姐妹 他短短的一章诗篇 当我们读的时候 我们知道 大卫对上帝信靠的心 是如此的真实 弟兄姐妹 很多基督徒 失败就失败在这里 我们也有大卫的上帝 我们所信靠的上帝 也是大卫的上帝 今天我们面对任何灾难的时候 我们能够这样子宣告吗 神必能救我 他并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 对不对 所以我们如果有这样子的信心宣告 不管我们面对任何一个灾波 任何一个苦难 任何一个冲突 我们知道我们的神 并向我们发出慈爱和诚实 Hallelujah Amen 他说什么 你看下一期第14节 我的性命在尸子中间 我看过在信如烈火的四人当中 还有 那个我们说我们最能受不了的是 就是人家的脾气暴躁 他说信如烈火就是脾气非常的暴躁 唉 我看师兄姐妹你的脸的暴躁 好像也有人这样子对待人家 脾气很暴躁的人 让你受不了的 大卫说 我的性命在尸子中间 我看过在信如烈火的四人当中 辛苦吗 非常的辛苦 他们的牙齿是这样子间 他们的石头是快的 雅各书所说的 三处的石头能够把人伤心 就是他讲一句话就伤态了 伤态到你伤态不起来了 你不能够去面对的 你不想做人了 有些人就是因为一句话 父母亲的一句话去自杀 有没有 你这样笨 每一次都考到这样的成绩 还有我多辛苦才考到99分 你还怕我笨 怎样能够摸下去 真的是受不了 这个就是石头快当 一扛下去 整个心中意念就倒不掉 弟兄姐妹 圣经里面都这样子讲啊 大卫就是这样子面对 不论他周围的人 神啊 他还是 赞美敬拜仰望那位伟大的上帝 愿你从高贵出院 愿你的荣耀高破全体 我们没 这个心中 我们跟神求 如果我们没有的话 今天早上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来到教会里面 我们听到这样子的信心 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跟他讲 神啊 给我像大卫一样的信心 给我像大卫一样的信主 他们为我的脚 剩下我多压住我的心 你的心有被人压住到吗 他们在我面前 自己满掉在其中 大卫很清楚知道 当然要害别人 你要害别人的时候 就是害到自己 是非常非常有安全的 非常非常对神 有信心 有保障 然后大卫一起接受 神啊 我的心坚定 我的心坚定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 天天不求上帝 跟神说 神啊 我的心坚定 我的心坚定 我要唱诗 我要歌声 我的灵啊 你当心情 情色啊 你当心情 我自己要记着 醒来 有一句话 中国人有一句话说 敌人是我们自己 对不对 不是外面的 外面所发生的事情 不能都进到你里面 你就赢了 你就得胜了 最怕是进到你的里面的时候 你自己没有办法去应用 你自己没有办法去掌握 那何况讲外来的 你还要怎样去对付你 你自己在里面的里面都不去处理好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主题说 我心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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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外面是如何 如何大的暴风暴雨 如何大的病毒 如何大的泛滥力量 你里面 我的心坚定 我的心坚定 你就赢了 其实你就赢了 从里面先得胜 从里面先处理好 从里面大美好的胜众 哈利利亚 所以我们心灵的力量要干强起来 哈利利亚 当你里面做的时候 当你里面放弃的时候 当你里面开始腿伤的时候 当你里面开始批评论断 埋怨的时候 魔鬼就进来 你就开了一道门 你给魔鬼全部进来 你不倒也会倒 因为你里面自己先倒 对不对 所以 道理在这里说 我自己 跟你旁边的人说 你自己 哈哈哈哈 你自己 你自己要尽早醒来 主啊 我要在万里中呈现你 在列宝中得受你 因为你的慈爱高级祝天 你的神圣大到神圣 神圣 愿你从高过瘾出天 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 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每一个肢体在这里都有这样子的心知 你相信你们会倒吗 你相信 你认为魔鬼能够进展来不能的 因为你们心坚定 立下心知 无论在任何的时间 我们一起来到乔回 手拉手把这件问题 把这件事件 把这个困难交通给上帝 神让你并从天上来打救我们 Hallelujah 这个就是我们信心的保障 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需要的 不管大事小事 我们都需要的 所以我们看见 大卫有这样子伟大的神职 在五十七天 四天五十七天 他能够在逃难的时候 在这个经过犯案的时候 放出如此美的一个赞美来 那么他在什么时候 投难在什么情况之下 写下这个四天五十七天呢 我们就要来看 他的背景是在《撒摩经》上二十二章 《撒摩经》上二十二章 所以如果我们看见这个背景的时候 到最后我们会发现到 哇 原来 原来大卫得胜 是因为他的心坚定 然后他的心宽大 然后他完全信靠上帝 然后他完全遵守上帝的立马 我们看《撒摩经》上二十二章 大卫在这里逃难 我们经过一个地方的时候 他 理行他的责任 就是说他该做的他都有做 弟兄姐妹 当我们在犯人中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会附列的 我们该做行的责任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不但敬畏上帝 歌颂上帝 赵美上帝 信奥上帝 我们还要注意一下 我们本身所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 是不是 不是全部责任推给上帝 我们有我们自己该做的责任 我们看上帝 记上二十二章第三节到二十三节 大卫往那里 大卫从那里往摩亚2.48去 对摩亚王说 求你留我呢 我父母帮来住在你们这里 等我知道神要我怎样行 所以爸爸大卫在逃难的时候 他也把父母带在身边 然后他每走一步 他都 Acknowledge God 就是承认 让神知道 下一步应该怎样做 求问神的引导 大卫与他父母到摩亚王面前 大卫住山灾多少日子 他父母也住佛亚王那里多少日子 先知迦人对大卫说 你不要住在山灾 要往犹大去 大卫就离开那里 进入哈列的树林 扫罗在金比亚的拉玛 坐在五十树下 手里拿着枪 大卫要追上谁呢 扫罗要追上谁呢 扫罗要追上大卫 扫罗 重扫罗司令在左右 扫罗听见大卫 和跟随他的人在何处 就对左右的司令的扫罗说 爹亚你们呢 你们要听我的话 耶稣的儿子们将田地和导演 吃点你们个人吗 能力你们个人做千夫长白夫长吗 你们净多借党派 这个就这一句话 就表现出 扫罗完全没有安全感 然后扫罗是利用他 地位的一个权力 来威胁他手下 他说你们 你们这样子帮大卫 因为大卫逃难 他们都要保护大卫 所以 扫罗就说 你们能够 大卫王能够给你好去吗 大卫王能够这样 赴帝给你吗 你们个人 能够给你们地位吗 能够给你们天头吗 你看 这个就是现今做隐姓的 如果用自己的地位 来威胁跟从的人 就是不对 扫罗就是不对在这里 你们净多借党派 我的儿子 与耶稣的儿子见门的时候 甚至扫罗自己的儿子 越南丹都爱大卫 就跟大卫见门 所以扫罗非常非常的恼入 没有安全感 所以被把你杀掉 他把你杠掉 那时乙东人多倫 站在扫罗的城坡当中 就有一个人出卖大卫 他的名字叫做多倫 这个人后来就去告转 就去出卖大卫 我曾看见耶稣的儿子 知道了 拿过 他就跟扫罗王说 我看见大卫在哪里 在哪里 你要去追杀他 所以他就给起报 让扫罗知道 大卫在哪里 亚犀特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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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犀特为他去问耶和王 又给他示威 这些做小报告的人 就告诉扫罗说 谁借待大卫 又给大卫 他收拾又给到位地方住 并给他肥利斯人哥利亚的刀 全部报告给扫罗帝 王就打罚人家 祭司亚细都的儿子 亚细米勒和他父亲的前家 就是住那国的亲司都召了来 他们来见我 扫罗说 亚细都的儿子要给我的吧 他回答说主啊 我在这里 扫罗帝他说 你为什么与耶稣的儿子建党害我 将圣母和刀给他 又为他求问神 使他起来恐害我 就如今日的观景 你看 扫罗王 一点都不像王 对不对 没有安全感 亚细米勒一旦王说 王的城府中有谁的大位忠心 亚细米勒是一个非常老实的人 他在扫罗的面前都敢讲大位的好话 所以我们从这些事件里面看见 人与人相处 有些人是很坦诚的 有些人是很坦诚的 你是属于哪一种 有些人是 见人所得话 见鬼所得话 但是这个亚细米勒他怎样 为大 少罗王 他说 王的城府中 有谁 比大位忠心 他能够敢敢在 少罗王的面前说 有谁能够比上大位 大位是如此的忠心 所以人与人相处 我告诉你 邪永远不能够深圳 黑百分明 你是一个怎样的人 用为福的人 大家有眼睛 大家感觉得出 大家也看得出 可是就偏偏有些人是 在你的面前 奉扯你 在你的背后 说你的坏话 出卖你 圣经里面记载 今天早上 我要对你们说 好让 神的话语 能够将你的心 刮出来 看见你到底是属于哪一类的 让我们能够认罪悔感 让我们心里面会渴慕说 神啊 我要有这样大位的诗子 他是王的理性 又是王的参谋 并且在王家中是尊贵的 我其实从今日才为他请问神 但不是这样 王不要将罪 为我侯父的钱家 因为这事 无论大小 有人都不知道 王说 Yasimila 你和你的钱家 都是 该死的 王就分云左右的 世卫说 你们去杀 耶和华的祭司 因为他们是帮助 大会的 有人 有没有这样的 有 他们看到 水晶跟你和好 那个人就罢了 一定被杀死的 是不是 这个世界的参谋 死敌恶 就是这样 圣经里面都记载 也有人这样 他说你们去杀了 他的祭司 因为他们帮助大卫 又知道大卫逃跑 这也有告诉我 就是给 他本来要杀死大卫了 可是大卫就偏偏逃脱了 逃大走掉了 所以少罗一直要聚散他 聚散他 聚散他 聚散不到找不到 就找人问 去找情报 所以把那些有帮过他的人 有捡贷他的人 全部抓来 然后杀死掉 好让没有一个人能够 支持大卫 好让所有支持大卫 那个宝贝杀死掉 可怕吗 非常的可怕 王就分互 过一说 你去杀祭司 叫谁杀 就是叫那个 打情报那个 他知道谁讲 好话背话 你的叫做什么名 多一 天哪 这个儿子不要叫他多一 你去杀祭司了 你都能多一 就去杀祭司 那人杀了 穿西法部 以活动的 八十五个人 太可怕了 为什么 因为一个人 的妒忌 就是因为 扫罗王的妒忌 他的王位 不能够跟大卫王比较 他的性格 没有 没有办法跟大卫王比较 他的司令 没有办法跟大卫王比较 所以就全 跟随大卫 带大卫 全部杀死掉 妒忌性 没有安全 是他的根源 非常非常的可怕 到今天 邪灵 邪恶的灵在 宗教会所有的侧殿 就在这里 所以如果你不小心的话 也就是中到佛王比的骨鸡 到最后 全部死掉 又用刀将进射成 不 哪个中的男女孩童吃奶的 和牛羊骨骨骨 尽都杀猎 人与人 允其的 本身 受害者 这样子 亚士徒的儿子 亚西米勒有一个儿子 因为我们应该是读到二十三节 我读超过了 到 OK 还有三节 亚士徒的儿子 亚西米勒有一个儿子 名叫亚比亚他 逃到大卫那里去 就有一个人逃到大卫那边去 然后亚比亚他将扫罗上 雅瓦去世的事 告诉大卫 大卫对亚西米 亚比亚他说 那日我见你东人多益在那里 就知道他必告诉什么 弟兄姊妹 有时候我们在人里人的 团体里面讲话的时候 真的我们要有识会 不该讲的话 有时候不适合在人的面前讲的时候 不要讲 有时候你只需要 跟那一个人面对面解 我学到很多这个课 我也被人家骂过很多 有一次我们在酒会开会的时候 我遇到一个外地来的故事 哎 老大公信 How are you? How is your church? How is everything going on? 然后过后回到酒店 我说 Pastor 女友 I am very sad You shouldn't ask me this question infine the people 对呀 你在中文的面前叫过我 人家旁边听到 你要我怎样回答 我讲好的 我不好 你要我讲正实的情况 我不能够讲 谢谢 那你问我做什么 是不是很实际讲 我很感谢神 有人会讲 神告诉我 所以现在 我很清楚 我遇到人 Hi Hello 帮我给你 我就好了 礼貌上 Hello Hi 你不要去问 那些太多私人的问题 人家下不了他 明白吗 所以你看在这里 大会说 那天我在讲话的时候 我在做那件事情 在讨那个道的时候 在那祭司那边 我看到过夜在那 我就知道这个人 出卖了 你要知道 在你的生命里面 在你的主事当中 你要跟你的上师讲话 你要跟你的手下讲话的时候 你该在什么时候讲 是不是要有两个人的手下 是不是要 make一个appointment 一个医院说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有时候 有些东西 真的不可以 不小心弄掉 所以 大会说 我就知道了 他必告诉小王 你父前家 丧命都是因我的缘故 大会知道 他不小心 害到 祭司全家都被杀害 你看 因为行送你命的 就是行送我的命 所以他们就在一起 要逃难 所以大会是在这样子 恐怖 这样子可怕 扫罗一直到他在哪里 一直到学间去到他 全都会被杀掉 你说该死的是谁 该死的是 扫罗 我们看二十三章 二十三章第九节 扫罗就逃难 大会就逃难 逃难逃到哪里呢 逃到一个石洞里面去 二十三章第九节 OK 大会知道 有吗 你们有看到吗 二十三章第八节 OK OK 于是扫罗召进住民 要下去 攻打 基伊拉城 唯恐大会 和跟随 他的人 扫罗 的心准 因为妒忌 因为没有安全 因为 过不了自己的那一关 就立下心准说 我要把扫罗 全部跟随 我要把 大会 全部跟随 大会的 全部杀死掉 扫罗 扫罗令下他的心致 是十月二的 他是十月二的心致 扫下心致要来杀害 大会 但是神 仍然保守大会 为什么 因为大会 扫罗令下心致 敬畏上帝 所以 扫罗就去围困大会 和遭遂到他的人 第九节 大会知道 扫罗 圣经火派的 就对 经事 摇一摇他说 将以伯德 拿过来 大会祷告说 耶和拉 以色列的神 你不能听 真认扫罗要往 基 伊拉来 为我的言故 念成 基伊拉人 将我交在 手里 将交在 扫罗手里 交 扫罗 造作 你不能听 所听的话 下来不下来 耶和拉以色列的神说 求你 耶和拉以色列的神 求你指示主人 耶和拉说 扫罗必下来 因为大会是求上帝 我们现在躲避在这里会安全 扫罗必来 上帝告诉他说 会 扫罗一定会下来抓 扫罗 大会说 基伊拉人将我的 将我和跟随我的人交在扫罗手里 不交 耶和拉说 并交去 扫罗和跟随他的验有六百人 就起身出了基伊拉 大会行求上帝 信靠上帝 祷告上帝的 领导 他知道 扫罗王会来居上 他也知道这个禅人 扫罗王会保护他 会把他的交给 会出卖的交给扫罗 所以他就逃跑了 当他逃跑的时候 他们 往他们所能往的地方去 有人告诉扫罗 大会 离开基伊拉逃走了 于是扫罗不出来了 又有人去报信 说大会已经逃走了 我们不需要去抓他 大会逃到哪里呢 大会住在旷野的山寨里 藏在以西国旷野的山地 扫罗天 天行说大会 神前不将大会交在他手里 你知道这一句话的意思吗 这一句话的意思 非常非常的 深奥 因为圣经记载说 神前不将大会交在他手里 意思是说我们的生命在上海的手里 不是上帝许可的 一根投跑也不必要过 不管敌人怎样的去扫罗你 上帝不交出来 上帝会好给你 明白 无论你说做会计多危险 我怎样做会计 但是如果 不是上帝要你 为天家的话 你怎样做会计 也不是你的时候为天家 明白 所以我们不需要其他 这个是完全的安全调 然后我们看到十八节 大卫知道 扫罗出来属从他的命 当时他住在西国方言的里面 扫罗的儿子 也敢他起身 往那树林去见大卫 使他依靠神的 坚固 你看 扫罗的儿子会来鼓励他 跟他狡靠 跟他说你不用怕 神会保护你 使他心灵坚固起来 就是有这么 也是有这么好的人 第十七节 对他说 不要 我扫罗的手 必加害你 你必做以色列的话 因为他对大卫有 信心 神必兴起 我也做你的宰相 这是我扫罗知道 于是 是恶人 在属燕华面前立业 大卫仍住在树林中 叶拉丹回家去了 他们立了业 然后 叶拉丹就回家去 我们看第24章 就是我主要带出这个背景 全部来到最后 看见大卫的心智 是 那种 信靠神的心智 是我今天 非常可恶追求的一个心智 我也要把这个心智跟你们分享 希望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智 这个就是我们得胜的保障 第24章1到22节 扫罗追赶 匪利斯人回来 有人告诉他说 大卫在你基地的旷野 又有人来报 请报说大卫在哪里 然后扫罗就从以色列中 挑选三千个精兵 大卫逃难只是六百个人 扫罗带领三千个人去冲上他 你想一下 死不死 死定了 所以他们官演的团书去 行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到罗帮的阳间 在那里有一个洞 扫罗就进去大井 他们要去追赶大卫的时候 跑到那个旷野 他们有的报警报说 大卫就跑到那个旷野 快点 所以扫罗就带了三千个兵 要去居上 可是到办公的时候 突然间他肚子痛了 有的啊 还紧张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心情 警官 一紧张肚子就痛了 要上厕所了 所以早就紧张肚子痛了 要进洞里面搭捷了 要上厕所了 他就跑到洞里面去 当他跑到洞里面去的时候 哪里知道 他跟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正常在洞里面的身处 还有 扫罗蹲在那边做他的生意 make business 大姐 然后 大卫和跟随他的六百个 就在后面 洞的后面那边 蹲在那边 哎呀 就看到 扫罗在那边 那边 他们藏在那边 都不敢出神 哎呀 如果是你 你怎样做 他一个人在里面 进到那边 外面是按千个兵在等 你 你大 大卫和六百个人 活在风里面 会怎样做 看 看 是不是 变了白了 看掉 他变了会出来 白了就算了 这样的人 对不对 你看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正常在洞的身处 跟随他的对大卫说 耶和华臣应许你说 我要将你的仇敌 交在你手里 你可以任意待他 如今 死罗大罗了 神说 我会把你的仇敌 将在你的手里 他跟随的人 就帮他 解圣经 给他 大卫就起来 悄悄的 割下 小龙的外套 割一点去 拿在他手上 然后 大卫 割下了 小龙的外境 随后大卫 心中 就是因为 割下小龙的意境 对跟随他的人说 小龙说什么 你看 一个人 他的心 美 的时候 他的思想 他的行动 就救到他 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 他在正眼书 四章二十节 你要保守 你的心 身不必保守 保 大卫王的心 非常的美 他跟着 少了一点意境 他都 有一点过瘾气 他说 我的主乃是 是耶和华的受盗者 我在耶和华面前 哇 敢生受害他 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盗者 大卫很清楚知道 虽然 少罗邪恶 虽然少罗要杀害他 虽然少罗做错了这么多的事情 但是今天他还坐在这里 位上 他还是一个王的时候 都是神把他放在那里 我千万不可以摸到他 我千万不可以害到他 所以很多牧者 必用这一段的经文 不要去伸手害受盗者 这个是真的 如果牧者真的有做错任何事情的话 我们要有这样 大卫的心思 美的心思 原谅他 老书他 不要去攻击他 不要去伤害他 也不要去批评他 我们跑开点 免得 罪在我们身上 我的原则是这样 如果我可以 我就跟你一起配搭 如果我不可以 这个职份是上帝给你的 你就那边带你帮 你带着跑 你向上帝教授 你带着 有问题 上帝会补服 不是我自己的 明白吗 所以这个是我们运用来的原则 在过去的30年 我们也 在旧的教会 七年那个时候就经过 十年 十年 在旧的教会十年 经过 庆认主任牧师 我们就是蛮多的 所以总会 常常问我们说 主任牧师 主任牧师走 你们不走 因为我们 暗力在神的领导之下 我们不敢轻挤挽动 不管我们做得怎样不对 我们只能够说 Pastor I am sorry I am wrong Please pray 和我 两位是有事情 他可以 求所指责我们 我们还是说 Pastor I am sorry I am wrong 因为他是你的伤口 我的孩子跟我谈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也是在告诉我 妈咪 我们还是要跟随 圣经的领导 上帝说在上的掌权者 是神说安业 我们不会有顺服 如果你真的忍受不下去 你跟神说 神啊 我没有办法忍受 我暂停 我不能够走下去 免得我受伤害 别人都受伤害 OK 所以这个是 要处理事情 要很有智慧的 有些 事情 不是那个时候 应该做的 虽然看起来 是机会 好像大卫这样 简直是 太美了机会 他自己跑进那个洞里面 我都在那边 又没有人 抓他进去 你自己要进去 就是一表 神把你敲在我的手里 你一直要击少我 我 你要击少我 我把你散掉 我也会死掉 所以我先把你干掉 因为大卫也知道 燕阿达也知道 下一个人活完 就是大卫 神与敬 暗令 神与敬 借着 天资 上我都知道 高临大卫 就是下一个人活完 所以 一定是少我死的 哪里是大卫先死呢 但是偏偏 少我 过不了自己的那一关 要去上大卫 所以大卫说 我的主 我的主乃是 耶和华的 受告者 在你上的 神所暗令的 都是神的受告者 我在耶和卫 并且 华 敢生所害他 因他是 耶和卫的受告者 大卫将这罢 然就跟随他的人 不 用他们 起来 害 少我 少我起来 从动力 出去 行动 弟兄姐妹 我的主乃立定 心智 就是我们 要像 大卫 这样子的心智 从十篇 五十七篇 一到十一节 我们看见 大卫是 完全 诸主为他 歌顺主 在 任何一个环境里面 都来 付出主 无论能怎样 杀害他 要托他 要 他面对的犯了 大卫还是说 我的神 必求天上来打救 我的神会来救 甚至到这个背景里面 我们看见 少我追上他到一个地步 都是要把他杀死 甚至杀死了 八十五个仙子 所有 八个 大卫的人 他都杀掉 所以 来到最后 大卫还是认为 我立下 心智 敬畏也好 今天早上 弟兄姐妹 让我们 立下 心智 尊主伟大 任何的事情 不是我们应该下手的 我们千万不要下手 我们立定心智 保守我们心思意念 不起 做 应该做的事情 即使我们 看见 像这件事情里面 到底是应该很轻易的 可以把手都杀掉的 但是 从理智来看 法律上来看 你杀人就是不对的 你就是变成一个杀人 你讲话伤害了 也是不对的 你知道吗 当我刚刚信主的时候 每次 讲错话 做错事情的时候 就被牧师抓紧 然后牧师就说 say sorry apologize 你知道我每次 say sorry give I have heard you this forgive me 然后我的牧师叫个 don't say give give是说 你还没有承认你伤害他 你知道吗 如果我伤害你的话 请你原谅 我每次 要道歉 就是要讲这一句话 我也是 邪人请示言现在讲 I have heard you this forgive me 现在我会很容易讲说 我伤害你了 请你原谅 以前我不能够 我一定要讲 因为我 我不服气 怎么说我伤害你 你也有伤害我吗 所以我讲 if I have heard you this forgive me 不是就讲 don't say if 所以我 我厌不下来口气 我讲不出来 我很难要讲 I have heard you 讲不出来 我不甘厌讲 所以没错 我还是要讲 I I 不要讲一个I 你已经伤害他了 他受伤害了 你也知道 你就是 欠慰了 心甘虚焉了 我伤害了 对不起 你吗 不容易 Don't say that 不要讲如果 不容易 I don't say that 如果你有上帝给你的安全感 如果你很清楚知道真理 你遵守真理 真理比 叫你的真理 Amen 所以 扫罗决定 不清楚 那个 神的受告证 然后下来 下来 还算什么事情 还要听呢 还是你们自己读下去 后来扫罗知道吗 知道大卫 就和他的音符吗 知道 知道是大卫 就可以这样子把他干掉了 知道 那扫罗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原谅他 有没有 后来怎么办 你们读下去 我要讲的 立下信资 是 拥有 扫罗的信资 诶 拥有大卫的信资 对不起 拥有大卫的信资 OK 拥有大卫的信资 不要拥有扫罗写的信资 我们要拥有大卫 心胸宽大 敬畏神 信靠神的信资 哈喽喽 即使生命面对到危险 今天在我当中很多你的生命还在那边 有危险 这是一点点的伤害 你都过不了自己的那一关 你都抓紧紧 哎呀我受伤害了 哎呀我不想死 哎呀我没有力 你看大卫 一直都在逃难了 而且他知道下一任他就是做完的 多么美的信资 你要吗 要的人记上我为你倒靠我们 求上帝给我们大卫的信资 哈喽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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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我们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我们拥有天上的父 是慈爱的父 是慈祥的父 是满有慈爱的 也不轻易发扑的 主啊无论我们的生命 面对任何的威胁 无论我们的心灵 面对任何的痛苦的折磨 主啊主啊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真的相信我们的神从天上来打救我们 主啊我们把我们自己灵魂体交通给你 把这般弟兄姊妹交通给你 主啊主啊 阿开天船 主啊倾倒下圣灵的能力 主啊让我们心灵的力量 刚强起来 让我们拥有 大卫的 行资 主啊我们激起我们的伤手 我们向你却有 赐给我们大卫的心智 让我们在任何的情况之下 我们都要尊主为大 保守我们心思和意念 让我们做一个讨神 许业的人 主啊求你使我们心灵的力量 刚强起来 我们立定心智 讨你的许业 哈利路亚 谢谢你阿爸天父 祝福这般弟兄姊妹 祝福我们这里 每一个听到 你话语的人 主啊让他们心灵的力量 高强 让他们心灵里面思想里面 所有的解都被解开 主啊让我们重新得力 主啊我们谢谢你 你的话语释放出来 并不图然的返回 必要成就 你自己的美事 我们谢谢你 我们赞给你 荣耀的精光 我们将一切尊贵荣耀都归给你 奉耶稣基督得圣灵处祷告 阿妹 祂祂祝福你们